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髮資源 濃耗濃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巨刺飛魚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在昨天介紹完超級呂密使前10名的角色 以及國外玩家推薦的幾套陣容 加上出場機率等部分的話 我們能夠發現到巨刺飛魚確實是大家蠻常使用的角色 不論在先發或者後順位都算是不錯用 在早期的話 它是靠著泡沫光線降對手攻擊力 持續的騷擾對手 但是在近期翅膀攻擊的能量提升 厭反的改動 加上水之波動的更新之後 它已經是跟以前絕爛不同的角色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在超級呂密使 來嘗試看看巨刺飛魚能夠打出怎樣的實力吧 好 今天使用的陣容是巨刺飛魚在第一隻 後面分別有大鋼蛇以及灶王 今天帶著兩隻暗影的 我們相對也要打出很近才行 要不斷的壓迫對手 那巨刺飛魚的配招 我們今天沒帶冰濃光束 是帶水之波動 來看一下今天的對戰如何 好 今天第一場的話 先來一個鏡像對決 看到巨刺飛魚 那這邊我們直接換角 大鋼蛇上來 對手的飛行技招是擋我們劍傷 他猶豫了一下之後 選擇我們的克星爪王上來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帶著招式 劍之雅加咬碎 劍之雅能夠降對手防禦力 先一下下去之後 走上這邊肯定不會擋招 接下來我們的龍尾傷害量會變得比較好 那大鋼蛇的坦度是能夠扛一個泥巴炸彈 但是我們先擋一下 擋完之後 稍微的騷擾一下對手 但是他出招會比我們快一點點 但是玩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龍尾的傷害量 已經造成對方的爪王牆上碰滿多的 好 對手再一次泥巴炸彈出來 這一場我們直接開兩盾 然後放一個龍尾之後 選擇金城之雅出去 對手肯定是不想要讓順位了 畢竟爪王輸給大鋼蛇能看嘛 好 對手此時擋完招之後 被我們的龍尾給打下去了 所以有盾開跟沒開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再一次看到他的巨刺飛魚 那巨刺飛魚上來的話 這邊出招稍微騙慢 所以我們可以金城之雅不斷的騷擾對手 而且他如果選擇冰凍光束打我們的話 大鋼蛇是能夠扛住的 大鋼蛇對於冰系招式是平傷而已 加上巨刺飛本身是沒有屬修啦 所以扛住之後 我們可以再補一個金城之雅出去 好 那連續兩個金城之雅 讓對手防禦下降非常多 我們就可以讓巨刺飛上來農死他 好 大鋼蛇準備下場的時候 對手換角了 最後一隻角色 竟然跟我們也是一樣的大鋼蛇 所以他的陣容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們大鋼蛇一開始解決掉爪王 他應該算是出乎意料之外 那這邊風水輪流轉 我們用爪王面對到對手的大鋼蛇 對手先金城之雅出來 然後盡量農一點氣之後 選擇泥巴炸彈出去 那我們剛剛講了 泥巴炸彈其實是收拾不掉大鋼蛇的啦 那這一下下去 對手是用肉體扛住了 然後這邊多補一個泥巴射擊之後 再用泥巴炸彈出去 對手目前還有一盾 然後他的大鋼蛇刺時是擋招了 那我們中途換角 巨刺飛魚上來 其實這不換也沒差啦 因為換的話 純粹的就是想要稍微的 拿這一隻大鋼蛇練功 翅膀攻擊直接拍掉對手 然後對手巨刺飛魚再次上來的時候 焰板下去就能夠守掉 OK 理所當然的 所以在開局 我們雖然大鋼蛇面對到爪王 但是收拾掉對手之後 不斷的精神之雅 造成對方的巨刺飛的血量上噴太多 最後的大鋼蛇沒辦法處理掉我們的爪王 在同樣的陣容的情況下我們是會獲勝的 這一套陣容的話 其實我們在昨天的 國外的推薦陣容裡是有出現的 我們嘗試看看 看起來也是蠻多人在使用的 好 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是巨刺飛魚看到的是水風球 這邊的話 在不知道雙方招式的情況下 我們是順風啦 對手這邊出招很快 看起來應該是冰凍之風 先叫我們攻擊力 避免他被我們的冰凍光束打到直接吐血 但其實我們今天也沒配啦 那我們把槍上擊到了冰凍光束之後 選擇艷返出去 對手給盾當尊重了 賺到一盾之後大鋼蛇直接上來 大鋼蛇上來對手一沒有把招式放出來 反而是選擇了瘋妖精上來了 那瘋妖精這邊上來 當然的我們的龍位打他的傷害量很低啊 只能靠著大招 那咬碎再打妖精也是減傷 所以精神之雅盡量的向對手防禦之後 再衍生給我們一開始的巨刺飛魚 這邊有點猜他最後一隻會不會也是能夠使用草系招式的角色 那這樣的話我們可能等一下要稍微保一下巨刺飛魚 不要讓他噴太多血量 好那精神之雅再一次出去 對手防禦直接下降兩劫 然後等一下他應該會在我們出招之前幫我們打掉 不然他再吃一個精神之雅就會下場 那我們這邊直接放掉 畢竟小招打不死他 好對手打草劫出來收拾掉大鋼蛇 巨刺飛魚上來 直接用刺濫攻擊把他扒掉 完全沒有問題對手來不及出招 目前是一盾的優勢 然後再一次看到水風球 水風球一上來來不及出招 所以我們先來個艷返出去 那艷返下去之後 對手水風球扛得住 然後接下來的話八九不一十又是冰凍之風出來了 但是我們保一下血量 目前有盾的優勢可以開一下 然後多弄一點氣之後 艷返出去就能夠收拾掉這一隻水風球 對手目前一盾是否會直接放掉呢 好對手是保了 總土我們讓澡王上來了 結果最後一隻果然是吵戲的 是廟話 廟話的話其實我們這邊是能夠使用兩個泥巴戰 直接收拾掉他 但整體不進行戰局 因為堅持東西吐下去之後他直接殘血 然後他這邊一定得把招式放出來 不然會被我們泥巴戰補到 所以在對手這個情況下 我們讓澡王血量上直接耗到最底 逼他把氣氧上放出來 鋰匙飛魚上來 直接用翅膀鬼把他扒掉 這邊的話開盾擋招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可以剛好農到艷返的氣量 但是跟那隻水龍球壓CMP 好像是會輸啦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跟他壓下去 畢竟他的氣氧上頂多就是冰凍之風 所以他這邊使用暗影球出來 好果然還是冰凍之風出來 所以最後我們殘血獲勝了 因為澡王如果要連續使用兩個泥巴炸彈去壓那一隻 妙化的話 肯定對方還是會跟我們壓CMP 贏過我們 會導致他的妙化血量上太多 之後巨翅飛魚是有點難打他啦 好那進行下一場 這一場同樣是巨翅飛魚在先發 那我們大剛捨上來的時候 對手並沒有即時換角 反而多打了幾項 那巨翅飛魚目前是有水質波動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尊重 水系畢竟能夠擋我們地面 擋住冰凍光束之後 對手換角了 結果是大鋼蛇的鏡像對決 大鋼蛇鏡像對決的話 除非吃到地震了 不然大鋼蛇不至於一下下場 那這邊我們擊到了地震的氣量之後 對手不給尊重啊 算是很敢賭啊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連續兩個咬碎也能夠收拾掉他 而且他此時並沒有擊到地震的氣量 我們也不擋 所以在有氣氧上優勢的情況下 我們一定能夠把順位給穩穩拉住 不說是那麼說啦 我們今天的角色也沒有 一直能夠直接壓制巨翅飛魚的 除非有帶電吸或者岩石 爪王要靠堅持攻擊把 巨翅飛魚打下去至少還是要兩發 好收拾到對方大鋼蛇之後 對手的作為角色又是爪王 代表他的陣容也是跟我們一樣 那這一場的話 對手的操作不太一樣 他是把爪王留在最後 但是他爪王一上來之後 我們先補了一個精神之雅 讓他防禦下降 目前對方的爪王上半顯 但是缺陷在於我們的盾是劣勢的 好此時對手爪王出招了 爪王其實目前的配招不見得會帶泥巴炸彈 很多人會帶水流尾 其實水流尾傷害量是夠啦 只是我們想說泥巴炸彈在打剛系的話 會比較有一點壓制力 但出招速度就慢了一排 對手連續水流尾出來 直接幫我們爪王打殘了 好接下來他準備切斷擋招 但是沒有擋到 我們是等他直接換角的情況下再出招 堅持攻擊出去 但是他也知道我們是這狀況 所以是開盾擋了 目前就是雙瓶盾 巨石飛上來鏡像對決 鏡像對決的話 雖然我們有血量上的優勢 但是他有氣量上的優勢 這場比較麻煩 對手的巨石飛冰凍光速出來 這邊算是賺到啦 因為冰凍光速是沒有屬修啦 而且平常打擊而已 其實他是可以選擇彥返連發 會比較好 好彥返出去 目前血量上還是優勢 但是因為他開局 其實濃到非常多的氣 所以導致目前的戰局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這場比上一場難打一些 好對手擋招了 那這邊的話我們肯定也要擋招 畢竟爪王的話血量上升一點點 但是我們能夠拿來切腳擋招使用 好對手擋住了彥返之後 選擇爪王上來 我們立刻補他一個彥返出去 那這彥返能否收拾掉對方爪王呢 這下下去之後 剛剛好升一滴 我們切腳擋招 哇這下非常關鍵啦 我們巨石飛雷雖然水系能夠抗他的水流位 但是還耗蠻多血量 而且對手還是維持一滴血 所以我們可以上來農一下 目前的血量 冰凍光束打出來可能可以打死我們 但是厭返辦不到 然後對手來不及使用冰凍光束了 所以這邊是快速的出招 那是從肉體扛一發 厭返果然是扛住了 最後厭返出去 算是驚險獲勝了 這場對手在開局 用他的冰凍光束逼迫我們的大鋼蛇開盾 那一個盾可以說非常關鍵 導致後面這邊有點難打 但整體不影響戰局 我們還是獲勝 好進入下一場 看一下這場對手 大鋼蛇 優點在於我們今天是配水之波動 可以使用水溪招式打你的地面 那對手大鋼蛇的招式 當我們都平上 只是我們的小招 吃完攻擊以及大招厭返 殺害量真的比較低 但是我們這個人做人就是真撐 不斷使用高傷害招式直接逼迫 那對手也開盾給尊重了 鋸蛇飛魚的優點就在於他坦度不錯 那我們在昨天影片中有看到 大嘴歐的坦度是輸給鋸蛇飛魚的 所以穩定性來說 鋸蛇飛魚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中途我們換角了 換上大鋼蛇上來 對手這邊咬碎出來 我們不打 那目前只要咬碎了 然後多農幾下之後咬碎出去 那這咬碎出去之後 對手肯定是不會擋下 他這邊不打衝換角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後面有一隻怕大鋼蛇的呢 好那這邊再出招了 我們肉體扛住 這樣的話會殘血 然後對手是換角了 看起來是天蠍上來 哇天蠍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爪王並不是配水流尾 如果配水流尾肯定能夠更好打 配泥巴炸彈的話 打飛行殺量極低 堅持攻擊吐出去 能量需求太高 所以這邊天蠍上來有點干擾到我們 好巨次飛上來 這邊的話至少肉體還是能夠扛他的焰反 因為如果你讓爪王上來 可能他會用挖洞 逼迫你的血量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靠著巨次飛的坦度 就是扛住了 然後多農一點氣之後 焰反出去 看一下對手是否會保天蠍 好焰反下去 對手保了 總圖我們讓爪王直接上來 爪王這邊上來的話 對手看起來想要跟我們切齊 因為我們擠到水流位的氣量 的時候他要出招 但是我們是沒有帶水流位 然後多農一點氣之後 對手還是出招了 那爪王的坦度是可以扛招是沒有問題 對手是焰反而已 目前是要半血 但是我們還有一頓 多農一點氣之後 對手是中途切腳擋招了 哇結果是大鋼蛇 殘血來這個擋招非常關鍵 擋完招之後 我們這邊手指要浪費到非常多能量 而對手作為角色竟然是噴火龍上來了 噴火龍上來 我們再補你一個堅持攻擊 這一場就有點可惜沒有帶水流位了 不然這邊是絕對壓制 剩下一點血量是否能夠扛住天蠍的傷害量呢 結果殘血出大招好險 最終我們是逆屬性獲勝了 因為地面系打飛行被雙抗 但是傷害量看起來是夠的 所以這一場驚險獲勝 對手那個切腳非常關鍵 但是整體不影響 因為他剛好最後一隻噴火 被我們雙克堅持攻擊 好進入下一場 現在看到妙花 妙花的話算是順風 而且後面的爪王可以避砍 但對手選擇白石上來緩衝 白石上來的話 這邊稍微的壓迫他一下血量 然後等他使用冰凍之風降我們攻擊之後 我們換角 算是一個基本打法 因為如果你直接換角的話 他血量上太多 你可能會被他一直降攻騷擾到 是不太划算的 好去是非 扛你一個冰凍之風換角 讓爪王上來 爪王的話 尖石攻擊一下能夠吐掉他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現在把他吐掉 你的爪王就會被那一隻妙花給練功 所以此時我們是打算要來一個 延緩戰局的一個方法 就是連續的出招 那對手先放了一個 冰凍之風降我們攻擊之後 我們這邊來一個尼巴炸彈出去 理想上是能夠逼到盾 對手很給尊重是擋著的 不錯不錯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補一個尼巴射擊之後 尼巴炸彈再一次出去 純粹的騷擾 順便拖時間 基本上玩家 唉唷這邊是直接上來了 他並沒有讓白海獅直接要跟我們拼搏 反而是直接上來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用巨刺碎壓制一下這隻妙花花 那一上來我們有一點氣量 所以直接厭反出去 對手來不及出招 但厭反下去頂多打妙花半血 只能說巨刺飛魚配合著厭反的傷害量確實偏弱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有盾 所以我們還是能夠開起來 再用翅膀攻擊把它農起來 好對手瘋狂植物出來 瘋狂植物打我們算是平傷 但我們也不能太貪心啦 因為他準備要連發招式了 所以不能跟他壓CMP 快點把焰盤放出去 收拾掉殘血的妙花 目前雙用平盾 白海獅他目前是有招式的 比較麻煩一點 那如果要保大鋼蛇的話 那就要留盾 而他做一隻角色 竟然是大草貝鼻 大草貝鼻這邊剛好我們殘血出大招 水之波動出去 這一下非常關鍵 至少能夠用水氣招式打來掩飾 而對手這邊並沒有開盾檔 雖然有點大意 因為我們上來大鋼蛇龍尾打 他傷害量比較低一點 然而大草貝鼻的招式在打我們 傷害量都很低 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的盾要留給那隻白海獅 他的子宮轉出來 可能傷害量會比較痛 那我們盡量把槍上多濃一點 好吃吃大草貝鼻再次出招 吃吃炸彈出來 打我們大概四分之一 有點抓癢啦 然後我們擊到了兩個精神之牙之後 先放一招出去 有可能他在我們放完招之後 他會立刻換角 那我們就來跟白海獅壓個CMP 好對手果然是換角了 那技能之牙能否直接收拾掉白海獅呢 一下下去 結果白海獅扛住了 哇這邊有點虧啊 加上一個龍尾並沒有把他擺掉 他殘血出大招 逼迫我們還是開盾了 這場比較麻煩啊 我還想說剛剛好能夠把他吐掉 但是在沒有屬秀的加持下 大鋼蛇攻擊篇如果白海獅很坦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開盾了 然後大超被逼再次出招 實體的炸彈出來 我們好險是扛住了 最終補移了一個龍尾 對手帶一盾回家過年了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來看一下這場對手 其實會遇到的是電蜘蛛 哇直接被電系雙克啊 這場怎麼打呢 我們選擇是大鋼蛇上來 來面對電蜘蛛 那對手看到大鋼蛇直接換角 胖嘟嘟上來 胖嘟嘟上來的話 這邊我們有機會 我們能夠開盾擋他的衝浪 就能夠靠著招式去壓制他 而且對方竟然不擋咬碎 完全不給尊重 很好 但比較可惜的是 對手防禦並沒有下降 但是已經達到了我們需要的目標了 就是他剩下的血量 龍尾能夠擺掉 那這邊擋住衝浪之後 我們補他一個精神之下出去 對手電蜘蛛 手隻看到巨石飛魚 一定很想要保順 所以這邊他一定會擋招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對手衝浪出來 那我們這邊衝浪是能夠扛的 所以我們能夠在平盾的戰局的情況下 收拾掉胖嘟嘟 讓大鋼蛇扭轉了戰局 而他最後的角色竟然是妙蛙花上來 妙蛙花上來 我們可以使用精神之下 超能力氣大都 而且能夠降對手防禦力 並且讓爪王可以避開 所以他那隻胖嘟嘟沒有收拾掉大鋼蛇 說實在是非常的失敗 導致目前的戰局完全逆轉 好那我們這邊巨石飛上來 用肉體扛你一發黃黃蜘蛛 噴了半血還扛得住 接下來看到了電蜘蛛 爪王上來 爪王的話靠著本身是有抗電系的一個屬性 所以對手小招傷害量還好 不過他猛撲出來還是能夠降我們攻擊 比較麻煩一些 那這邊的話 我們還沒出招對手連續出招了 非常麻煩 但這邊我們一定得讓爪王收拾掉電蜘蛛才行 巨石飛完全沒辦法打他 不過如果太快下場的話 爪王會被那隻妙花煉弓 最後巨石飛也會吃到瘋狂之路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選擇泥巴再按出去 直接把對手的電蜘蛛打殘了 然後再補一發 那這個下去之後 對手直接放掉 想用他的妙花煉弓 但是剛剛好我們殘血出大招 此時可以說精算中的精算 因為這下下去對手一定得當 平常打擊 妙花是扛不住的 然後巨石飛一上來 剛好補一個側盤攻擊 對手來不及出招 我們厭反出去了 所以在對手開局電蜘蛛的情況下 我們大鋼蛇扭轉了戰局 後面他想要稍微的拉回來 但是我們掌握了每一個細節 是有把握住了 好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白海獅 巨石飛一打白海獅其實很辛苦 因為厭反的傷害量確實是偏低的 而且白海獅能夠用他的冰凍之風叫我們攻擊力 所以在他出招之前我們先來個厭反出去 讓他的血量傷耗損一點之後 吃到冰凍之風立刻換角 他還是我們的一個策略 沒辦法 這種會降攻擊力的角色就是麻煩 跟他拖太久 你會被他拖入他想要的戰局 好冰凍之風出來之後 我們立刻換角 找王上來 然後此時對手並沒有草系角色 使用克里瑟亞配合著打草劫出擊 那這邊我們就盡量出招 先來個泥巴撒蛋出去 泥巴撒蛋下去的話 其實打克里瑟亞商量瀑布 克里瑟亞的坦度非常好 然後接下來再出招 雙方切齊 想不到克里瑟亞的坦度是比起爪王還來得優秀 所以這邊我們CMP是獲勝 再玻尼一下出去 至少把克里瑟亞的血量磨到剩三分之一 然後這邊爪王要放掉了 如果你跟他硬平 等一下他出招會比我們快 所以沒有必要 直接放掉就好了 好大鋼蛇上來 這邊大鋼蛇靠著鋼系 能夠抗衡你的這個超能力氣招式 他只能選擇打草劫 沒有鼠修 上一亮瀑布 我們能夠用肉體硬扛 然後龍尾盡量的練功 好打草劫的話 這邊打的血量上大概是三分之一不到 然後龍尾準備要收一條對手前 我們是把精神之甲放出去了 因為如果再打下去 會再多扛一個打草劫 比較麻煩 我們不想要噴太多血量 而對手最後角的結果是艾爾瑞朵上來了 哇艾爾瑞朵啊 在這一季是有改動啦 只是近期用的真的比較少 因為他的風險還是太大了 那對手先來個夜刃出來 我們擔心殺害量很足 所以先擋招 然後選擇精神之甲出去 那精神之甲平常打擊艾爾瑞朵 對手艾爾瑞朵是擋招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對手這邊出招會比我們快 但是我們還是擋招 先保一下大鋼蛇 好對手還是夜刃 然後我們直接精神之甲出去 那在一開始的白海獅 我們這邊可以二打一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對手直接放掉艾爾瑞朵了 並沒有擋招 他如果擋招的話 我們就會拿他來練功 好吧 也是面對到我們的大鋼蛇 此時他的招式 選擇冰凍之風 這邊算是大意的 應該要直接用直送傳出來才對 反而我們可以用一個精神之甲降你 你的防禦力 然後就要巨刺飛上來了 然後巨刺飛上來 那巨刺飛靠著肉體 能夠再扛你一個冰凍之風 那我們氣量上能夠擊到兩個厭反 肯定有辦法打到你 所以這場是要獲勝的 艾爾瑞朵那邊 其實是可以切上來跟早熔硬拼 但他並沒有這樣選擇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帶水流尾的話 出招不會比那隻艾爾瑞朵來得慢 但是因為我們先換角 所以有蓄氣的優勢 他不敢把艾爾瑞朵派上來 選擇克斯亞 反而讓我們的大鋼蛇煉功練很足 好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來看一下最後一場的對手 巨刺飛靠比較比較電系 基本上都能夠打出不錯的效果 好這場的對手 哇結果是合中地區的泥巴雲 哇這邊的話一定要快跑 選擇大鋼蛇上來 不過對手是帶泥巴射擊 還是很麻煩 那他的地面系招式 也能夠打我們大鋼蛇 對手應該蠻訝異的 我們直接換角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赤黃攻擊打他減傷 要靠水之波動跟這個 泥巴雲硬拚 不可能啊 因為電系招式直接算克我們 而我們這邊選擇大鋼蛇 主要原因在於先保留造王 能夠處理掉他的泥巴雲 好對手泥巴再按出來 上來亮普普我們扛得住 然後擊到了兩發精神之牙之後 看一下對手是否會擋招 畢竟目前的氣量能夠使用地震 結果下去之後 對手給尊重的非常的好 然後再補一個熔尾之後 再用精神之牙出去 直接讓對手防禦下降兩階 不過泥巴雲的坦度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跟他硬拚肯定會輸的 這樣他出招數非常快 所以這邊打算讓大鋼蛇直接下場 用大鋼蛇磨掉泥巴雲 算是還不錯啦 好吃到泥巴雲下場之後 爪王要上來了 對手防禦下降兩階 所以我們這邊泥巴射也殺量不錯 對手是換角了 結果他的第二隻角色 是貓頭焰已經上來 貓頭焰上來 我們立刻來一個尖死攻擊出去 那這尖死攻擊下去之後 對手目前來一盾 此時他是沒有擋招 貓頭焰直接殘血 那我們繼續上來弄 這邊弄的主要原因在於 先有氣氧上的優勢 對手的泥巴雲如果想要聘出招的話 我們肯定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能夠收拾掉對方那一隻泥巴雲 就要看他做一隻角色是誰 好那對手這邊 使用了泥巴射擊出來 他以下才有辦法使用放電 所以我們先厭反出去之後 對手擋招 目前剩下一盾 此時的話 我們打算用二打一的方式去處理做一隻 看一下他做一隻是誰 對手放電出來 這邊擋完招之後 立刻補他厭反 完全不給他機會 二打一應該是不會輸啦 厭反出去之後 然後看一下做一隻 結果做一隻 竟然是炒戲的 頭羽霄上來了 哇 這邊BBQ了 頭羽霄這邊上來的話 肯定能夠用招式打死我們 加上我們厭反 沒辦法一下收拾掉他 雖然屬性上是壓制到了 然後現在如果切藻王上來 會被一招收拾掉 所以目前有點尷尬 所以我們只好讓巨師飛飛順順下場 然後藻王要上來了 但是頭羽霄厲害的地方在於 他是飛行系啦 而我們這邊快速出招就泥巴炸彈 飛行系能夠雙抗地面 所以這一下雖然偷羽霄血量上那麼低 但這傷害量肯定是不夠 最終 對手偷羽霄能夠出招收拾掉我們爪王 哇 比較可惜啊 竟然做一隻炒戲的 直接一打二我們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看到 在超結盟呂密使出場機率最高的巨師飛魚 在對戰中使用了 可以發現到他的對戰的穩定性可以說非常的好 彈度很優異 出招速度也很快 只是在遇到電系的時候相對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在後順位配置了兩隻地面系的打手去使用 所以剛好遇到像最後一場的泥巴魚那樣 屬性上的絕對壓制 剛好兩邊都可以打 不然如果遇到其他角色的話 穩定性肯定還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對戰中的一個狀況 所以玩家如果手上有一隻不錯的巨師飛魚的話 不妨可以在目前的超結盟呂密使嘗試看看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